中国人有句话说 一个人如果总是沉溺回忆 就是已经老了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杰基·格里森也说 人们总是在记忆中美化过去 人来到世上不过百年 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理想现实 生老病死 在世间书写生命 或绚烂多彩 或平淡无奇 家更是每个人生活于世间所倚赖的港湾 父母 夫妻 子女 亲情 构成人间最近的关联 演绎不同样的精彩故事 人与人 家与家 组成社会和国家 建立规则 维护秩序 抵御外敌 帮助民生 是国家存在的原意 也就是说 人人生而尊严 免于恐惧 生活富足是好国家的标志 然而不幸的是 现在或曾经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 却活在一个正相反的国度 而这国曾经有着壮阔辉煌的五千年文明 自从一个叫共产党的非人类组织 1949年起占据了这块土地 一切都变了味儿 作恶71年 仁爱孝涕 诚信之暴 客己奉公 建立思议的人性 完全被建立妄议 贪腐弥烂 狡诈欺骗 恶斗乱伦的魔性所取代 泱泱礼仪之邦的美名被摧毁殆尽 异化了的中国人在全世界被鄙视 2021年将是结束这一切的开始 唯愿良知尚存的同胞和我们一道 在这埋葬共产邪教的伟大时代 用我们的家国记忆 为子孙万代留下不灭的痕迹 共产党让我们忘记 我们偏偏要记住